對 音樂一下 對著嘴一起唱 手勢可不能少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短片抖音 背後其實是這樣拍的 音樂變慢 所有動作也能一步步做 完成品就會變成加速版本 看似好像很厲害 他是抖音網紅馬克醫師 半年內拍的短片超過200部 擁有77萬粉絲 在抖音串紅速度相當快 還因此獲得不少代言廣告 抖音厲害的地方 它一開始設定的時候 就把它設定在15秒以內 所以你的作品 就融縮在15秒以內 讓大家看得懂 如果看得懂 大家覺得你厲害 你就會紅 抖音屬於短視頻 免費觀看 受到亞洲年輕人喜愛 全球每月活躍用戶數量超過5億人 10月美國下載量超過臉書 9月美國安裝量總和達到381萬 除了抖音 還有YouTube地位也無可撼動 短視頻崛起 讓美國雅虎宣戰 跨足新服務 由網紅等創作並發布 一到兩分鐘的視頻 將在雅虎首頁上推播 雅虎打算找200個以上網紅 每月發布500部以上的視頻 以量取勝 接下來在一個視頻傳播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方式之後 其實在這個部分 他如果沒有提早去佈局的話 其實會對他們來講 接下來可能會更不少 在視頻影音爆炸的年代 網路業者也要趁勢追趕這波熱潮 看準就是視頻背後的龐大用戶 既有的YouTube 後期之秀抖音 以及用戶有7500萬人的 霹靂霹靂動畫 如今美國雅虎也要自己來做 短片內容 讓視頻平台越來越競爭激烈 三立選股高速邱子凌台北報導 三立選股高速邱子凌台北報導 中间 rover 前步 好 但